有一份基督教的刊物叫做《抉择》 他们在2022年1月份的月刊当中 有一篇访问文章是讲一位妇人 在英国一间堕胎诊所附近 因为看到太多人去那里堕胎 杀害无数还未出世的婴儿 觉得太过残忍了 于是就在那里默默讨告 他竟然因为这样的行为而被政府抓了 他的罪名是思想犯罪 简直是不可思议 虽然他后来得到释放 但是这个痛苦的经验就反映了 西方国家踐踏宗教的自由 政府不但没有禁止堕胎 反而通过法例禁止反对堕胎的活动 今天的世界实在有太多不公义的事发生了 疑人被压迫 恶人得逞 这些都是由于在位的不公义 这些都是由于在位的不公义 故义里面诗人大卫在诗篇五十八篇的讨告 给到我们什么的答案 大卫写这首诗的背景 正是他被当时的以色列王 从素罗所追杀 素罗因为妒忌大卫要追杀他 而以色列的领袖也要谋害大卫 说他谋犯 迫害他 于是大卫写这首诗来求告上帝为他伸冤 第一 诗人控告不行公义的在位者和法官 诗篇五十八篇三至四节经文说 恶人一出母胎 就与上帝疏缘 一离母覆 便走错路说方话 他们的毒气 好象蛇的毒气 他们好象塞尔的龙位 同样 这些不公义的事 也都发生在主耶稣身上 昔日主耶稣被捉了 受到大祭司和全公会的审讯 他们不惜去找假见证来诬告耶稣 为要致死他 秦苦彼拉多 也都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的罪 只不过 在群众压力之下 又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只有将耶稣交给他们 来钉十字架 宁愿释放强盗巴拉巴 耶稣就是死在不已的审判官之手 第二 求上帝惩罚不宜者 大卫求上帝斥责行恶的在位者 诗篇五十八篇六至七节 大卫这样说 上帝啊 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 耶和华啊 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 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 他们丑准射箭的时候 愿箭头仿佛砍断 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 但是爱和公义是要同时兼顾的 不能因为爱而牺牲公义 没有公义的爱 不算得是完全的爱 上帝必定会惩罚不宜的人的 第三 要因为上帝伸张公义 惩罚恶人而欢恩 诗篇五十八篇 十字十一字经文话 二人见囚敌遭暴就欢喜 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 因此人必说 热人诚言有善报 在地上果有私行判断的上帝 请大家一起同心祈祷 慈爱的上帝感谢赞美你 你猜显圣子耶稣 为人的罪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 可见你是慈爱和公义并存的上帝 一方面你爱世人 但是另一方面你对罪恶是严厉的 因为这样你必定审判不义的人 天父啊 现今的世界充满着不义的事 有在位的和司法的 他们欺压疑人 恶人却是逍遥法外 求你为疑人申冤 惩罚作恶的人 主啊 求你使你的教会 使你的信徒 为公义发声 你曾经说过 世人啊 你们默言不语 珍合公义吗 施行审判 喜岸正直吗 求主叫我们在公义上荣耀你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祷告是人向上帝 倾心吐热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讨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的事项 传真至 prayer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赐福看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